今天就教我们这个头发连吹风机都没有 怎么亮才能给它亮好看 首先你花五十块钱买一包这种卷发筒 直径大概是一厘米 然后湿发呢先都给它疏顺 这样头发亮干了之后 它这个形状才是直的不毛的 然后以这个眉心眉中这块为起点 往上分 爱把头发分成三等分 然后中间这块头发把横着分 给它向前说 然后拿一个卷发筒垫在上面之后 爱往后背 然后后面的也一样先横着分 往前说 卷发筒放在头发上之后往后背 像我这种普通的发量 咱们分三份就够了 全都垫完之后把这个头发全都向后捋 然后上面这份就完事了 侧面的话咱们竖着 头发往上提 然后把卷发筒垫在这个头发上 放在上颗 再把上面的头发放下来 然后你额前要像我一样 也有这种小碎发的话 你就把它这样向前绕 然后这样这个头发就完事了 演示起来看起来好像挺复杂 但实际上特别快 你就去亮着就完事了 但凡有一个吹风机 上面的头发这样从前往后吹 侧面的头发你就从上往下吹 然后一点潮气都没有 也没有温度没有热度的时候 咱们再给它撤下来 有点夸张啊 我们稍微给它梳一梳捋一捋就好了 你看这个颅顶啊 本来是这样 它就碰下来了 然后不管你们像后背啦 还是这么做斜分 它这块都是这么滚流的 中分也一样 你看整头这个头发都非常蓬松 显得是发量贼多 其实都是这样贴头皮的 然后还有刘海这个弧度都非常自然 就是很好看很自然 啥都没有用 就是吹或者晾出来的